隨著疫情的趨緩,紐約也進入了第四階段的開放 防疫規定的鬆綁意味著出遊的機會增多了 很多景點也跟著開放 今天就要為各位介紹兩個在紐約長島的景點 一個是靠近長島末端的向日葵農場 另一個則是靠近皇后法拉盛市區的城市農場 那我們就出發囉 在小七補給飲料 對,美國的7完全弄掉 今天的第一個景點是位於長島Norfolk的向日葵農場 從紐約往後去出發的話 大概要一個半小時的車程 如果是從曼哈頓出發的話 考慮到交通狀況 大概要兩個小時多一點 長島天空的人 是一種難以形容的美 農場入口處是這樣 除了賣票之外 還有一些農場自產自銷的產品 如洋芋片等 農場有免費停車 入場費一人是7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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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場費一人是8塊錢 才溢子 入場費一人是7塊錢 還要需要完全利用 入場費一人 都要超過的 威風 入場外 現在還要成功 是出閉場的 肯車 主戰 半小時的路程 我覺得是可以推薦啦 因為在疫情的期間 有很多地方都沒有開這樣子 那我是建議大家可以 按夕陽的時候來會更美 夏日或週末開車過來 一個半小時就到了 接下來我們前往今天第二個景點 Queen's County Farm Museum 距離皇后區法拉盛約15分鐘的車程 說它是一個城市農場 是因為它真的就住在區裡面 這點可能在17世紀的時候 農場主也沒人想到吧 要注意的是雖然是免費路源 但是沒有提供停車 所以要在附近的社區找停車位 在肉口處有提供農場生產的雞蛋 與蔬菜產品的販售 聽說雞蛋是熱銷品 農場的牛與後面的都市景觀 成了一個有趣的畫面 農場可以買票 乘坐農耕雞繞行農場一圈 農場四處可以見到堆放的農業集聚 可以在入口處的商店購買未養的飼料 養羊們就會很喜歡你 整體來說 這是一個適合親自來的農場 如果週末假日想找一個地方走走 來這邊野餐 順便看看動物也不錯 熊歌 市民最佳的山赤 市船 卷 市長 市船 市長 市民最佳選 市長